你知道台湾的大创是日本大创的两倍价钱吗 走让我们来逛一下李小如2的大创 一起买爆它 首先我要推荐的第一个小物是这个压缩带 有手压式的也有用吸尘器压的 手压的就很好用了 这个压缩带真的是雪拼竹必备啊 哈喽这是我今天在大创买的压缩带 这是昨天买的 昨天买的 它有一个这边有个排气孔 但是老实说我不知道它怎么弄 我还是用直接用自己用手压让空气排出 它真的可以把它压的蛮扁的 这是一件羽绒外套 羽绒背心牛仔裤 还有一件绿色的线衫 你喜欢生气宝贝吗 这边有各式各样不同用途的 狮子巾可供选择 还有Hello Kitty家族的狮子巾哦 在台湾常常缺货的各式各样的清洁液 这边也有 虽然只要台湾的一半价格不过有点重 所以我就不买了 我发现日本人很喜欢Mifi 这个是Mifi的烘焙纸 这个蓝色的是Mifi的洗脖子 通通只要百元日元等于台币不到25元 各式各样的烘焙小物 喜欢烘焙的人一定会喜欢的不得了 虽然我比较常分享旅游还有美食 但是其实我也会烘焙哦 而且我也很会煮饭呢 这个是制作巧克力的模型 超级可爱的 这个烘焙垫非常的好用 除了你可以在上面揉面团之外 它还可以直接进烤箱哦 而且只要200日元 好可爱的烘焙模具哦 我在家里有一个大整理箱 放着我各式各样的烘焙器具 这是做三角饭团的 这个是做吐司的 另外这个是做冰块的 而且是Mifi的哦 这个锅盖我都拿来发酵面团 可以盖在上面 另外这是磨姜泥跟蒜泥 大家会在大创买锅具吗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因为我从来没有买过 我有买这个把蛋可以打一个孔的 这样子煮水煮蛋的话 比较好剥壳 大家有买过这个剥蛋器吗 其实我有点想买耶 另外这是煮水剥蛋的器具 我有看过YouTube有人开箱过 是真的可以煮成水剥蛋的 但是因为我不吃不熟的蛋 所以我就没有买 这个洗米神器也是我推荐的好物之一 真的蛮好用的 它除了可以洗米洗得很干净之外 还可以滤水 另外你会不会有常常把酱料倒太多的困扰呢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酱料倒到这种小罐子里面 可以用喷的啦 会用倒的 这个很好玩哦 它是做章鱼烧 我们不是在鲜鱼烧的那个器具上面要涂油吗 刚刚那个就是涂油的 那这个是大板烧的那个铲子 好可爱哦 这个是包饺子的 这个是在做叉烧的时候要用的棉线 这个我有买 我这次有买这个调料盒 我喜欢是它这么小小的 而且是长方形的 因为不是常常开火的话 真的不需要大的调料盒 广受好评的切菜板来了 正方形有两种size 长方形只有一种 我这次买的是长方形的 这边还有设计孔洞可以过滤汁水 让大家看一下大一点的切菜板 就是装披萨的这一个 另外现在我拍的这一个是抛弃式的沾板 这个是硅藻土的杯垫 我也有买一个 这次来大创我就是要买这种茶包袋 咖啡滤纸也是一定要回购的 这个是专门保存火腿的盒子 用不完的萝卜及黄瓜 也有专门的保存盒哦 这个是一般的杂物盒 这个是水袋 日本搭充的东西真的超多的 现在我们进入了食物区 大家喜欢喝麦茶吗 我很喜欢所以我买了 有各式各样的茶包 如果大家搭油轮会晕船的话 可以备这种黑糖浆茶 这里还有各式各样的腌制小菜 这个海带很便宜 才100日元 不过这个是中国制的 如果你要买日本制的 可能要到超市去买 其实除了鼠桥三兄弟之外 不管是超市便利商店还是大创 都有卖各式各样的相关产品 像这个有南瓜条也有红萝卜条就还不错 所以我也买了一包这个是糖果 另外这个是栗子 另外这边还有北海道的牛奶糖 然后我也有买了一包 我不是很喜欢吃糖 但是我就是非常喜欢吃牛奶糖 怎么能够少了 哇沙比跟抹茶的各式各样商品呢 像这是无限回购的粉铺清洁剂 还有清洁盒 这个清洁盒也是推荐必买剂 那这是我刚刚买的洗刷具的 其实我在家里已经有一个类似的了 但是我还是想要实验给大家看 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有效 大家到大创了 记得要买 就是我刚已经加了 加了那个粉铺洗洁剂 你看 马上超脏的 因为如果用水洗的话 还没有办法洗得这么干净 这个是起泡机 但是我不知道好用在哪里 因为现在很多的洗面乳就是一压 它就自然会有泡泡出来 这边也有薰衣草面膜 到欧洲旅行必备的锁 这是挂包包用的 大创买这个挂包包的 我本来以为是滋上水 结果真的可以挂 而且你知道我这包超重的 各式各样的小毛巾 哈喽 这是我刚刚在大创买的东西 迪小路的地下街也很好逛哦 这是street coin 这个是放三角饭团的 超可爱 今天在地下街的核杏吃午餐 这个是我的午餐 炸猪排炸虾 还有一个炸鱼 蒸蛋 蒸 迪小路也有一封糖拉面哦 不过这次我的拉面很奇怪 喝起来苦苦的 一封糖拉面喝起来都是苦的吗 这个拉面一千四百多块钱 有蛋有两片叉烧肉 它还有一些小菜可以自取 而且还有大蒜 这个是林晴糖的焦糖苹果 我买的是哈密瓜口味 苹果非常的脆很好吃 但是哈密瓜的糖霜非常的甜 谢谢大家来看我的影片 请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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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